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是父亲节 向所有在座的父亲们 和将要做父亲的弟兄们 为你们安 愿你们父亲节平安喜乐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 也是和父亲节有关系的 题目叫做 恒久恩慈的天父之案 经文是《撒末尔记下》 第七章的一到十六节 假如你按照华语堂的读经计划 你应该是在上一个礼拜之前 礼拜三读过《撒末尔记》的第七章 这一段经文 它的背景是这样的 以色列的王大卫 他已经统一了十二个支派 被告立为以色列的王 定都亚路撒冷 并且能够平定了周围 那些菲利士 摩亚 亚门 亚兰 周围的国家 那以色列国是迎来了 史无前例的军事政治方式 和平时期 这时候大卫呢 住在自己的宫殿里边 他忽然觉得不对了 因为什么呢 帐幕 神的约会 还是在那个帐篷里边 他突然就想说 哎呀 我要为神建造圣殿 可是呢 神没有同意 但是呢 神却赐给一个 大卫从来没有想到的 也是美好无比的一个应许 这就是大卫之约 我们一起来读大卫之约 这一段经文是 撒末罗基下第七章的 第八到十六节 我们用起应的方式的 请弟兄们读双数节 姐妹们读单数节 那最后一节呢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先请弟兄们 请 现在你要告诉我 普人大卫 说万军之邀华如此说 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 叫你不再跟从羊群 立你做我民 以色列的君 我必为我民 以色列选进一个地方 栽培他们 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 不再迁移 凶恶之子 也不想从前 扰害他们 你受数满足 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衣 接续你的胃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他若犯了罪 我必用人的杖 责打他 用人的鞭 责罚他 一起读 你的家和你的国 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 你的国位 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我们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今天是 我们在世上的父亲节 但是我们更是一个 赞美敬拜 你在天上的父的这个日子 主愿意你借着你的话语 荣耀彰显你自己的名 也让我们在世上 做父亲的 从你的教导中 学习如何做一个 逃神你喜悦的父亲 求主你高抹孩子的口 让说的听的都得益处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大卫之约 它的关键内容 可以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点 神应许大卫说 我要为你建立家世 这里边这个家世 这个词呢 在西班牙语里边 可以翻译成 宫殿 朝廷 王朝 朝代 等等 那这里神说 为大卫建立家世 也就是说 神要保守大卫的一个王朝 延续下去 第二个应许是说 大卫要有一位后裔 要有一位后裔 继承王位 并将会代替大卫建立圣殿 那我们知道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 后来为大卫建了圣殿 那么他也继承了王位 所以说 大卫之约在这一点上 已经应验了 已经应验了 大卫之约的第三点 就是说 大卫的家 他的国和他的国位 必永远建立 那么这里边这个国 不仅仅是在旧约时代的 以色列国 也是表示将来的 以色列国 是延续到永远的 这个应许是体现在 主耶稣弥赛亚的身上 等到将来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那么神的应许 就会完全地实现 大卫之约的内容 其实是非常的丰富 这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 要探讨的主要的内容 我想借着这个大卫之约 我们来体会 神如何彰显他 那个恒久恩赐的天父之爱的 在新约里边 我们知道 神常常被称作天父 但是在旧约里边 称神为天父的经文很少 只有十几节经文 我们知道在保罗书信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 天父是我们的阿爸父 我们做儿女的 可以坦然无惧地 来到神的面前 著名的神学家巴克 他应该是在三年前 刚刚地回天家 他说 基督徒是什么人呢 有许多不同的答案 但我认为最丰富的答案是 一个基督徒 是有神做他父亲的人 有神做他父亲的人 我们回到这个 大卫之约这段经文里边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这里边呢 神自始至终 没有对大卫提出任何的要求 反而是神主动地 给大卫许多许多的应许和好处 你看这些经文里边 都是神是 我要怎么怎么 我叫你如何 我立你做什么 我必使你得大名 我必为以色列名 还有 我必为你立家世 我必使你等等等等 都是神 神是主动地 把好处赐给大卫的 所以说大卫之约呢 是一个没有条件的应许 是一个没有条件的应许 我们也常常说 神在这里边立的约 是一个盲约 是盲约的关系 是没有条件的爱 天父之爱 在这里表现出来 是一个无条件的爱 那么我们也看到说 在这个十四节 十四节和十五节中 神说 大卫啊 你的儿子 如果犯了罪呢 我也不会抛弃他 我的慈爱呢 仍然不会离开他的 像离开在你面前 所废弃的扫罗一样 这里边这个慈爱 这个词呢 在西伯来语里边呢 它的原意其实就是一个 叫Hesed 是慈爱 也有恩典 有信实 还有一个叫守约 诗恩这样的意思 那这个词在 旧约里边出现了数千次 那这个爱和我们常常说的 这个人世间这个情爱 是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的 那么在中文里边 这个词这个字 我专门去查这个词典 这个词表示说 一种深切的关爱 是一种深切的友善 怜悯和宽容 是宽容 那从人的角度呢 慈爱是体现了 人性中那最高的 良善和恩慈的那一面 而那么天父的慈爱呢 又是永远的 又是信实的 那么在大卫之约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神的爱不单单是个慈爱 还有管教的爱 管教的爱 神我们知道说 神是慈爱的 但是神也是公义的 神的公义要求 罪得到审判 而神的慈爱 却提供了 神的救赎的途径 慈爱和公义是平衡的 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呢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一个代引号的 令人失望的爱 令人失望的爱 大卫 他住在自己的宫殿里边 他突然良心发现 他要为神建圣殿 他不是为了 彰显他自己的这个能力 他是要荣耀神的名 让世人都能够来到圣殿中 来敬拜神 他的心意是好的 我想是 他的心意是蒙神悦纳的 但是没想到 神却不同意 神说的是No 神说的是No 你不能建圣殿 你的儿子可以建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假如你是当时的大卫 你的心是不是一定非常的失望啊 然而神从来都不是令我们失望的神 他从来都不会令我们失望的神 我们之所以是会失望 是因为我们并不明白神的心意呀 神自己说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 我们读完这段经文 我们就知道说 大卫开始的时候是失望至极 但是后来呢 他却是喜出望外 管教的爱中间还有个叫 责罚的爱 责罚的爱 天父他的慈爱是很久 但是呢 天父绝对不是溺爱儿女的父亲 当我们不按照神的话语行事的时候 神就会责罚我们 神对大卫说 你的后裔 他若犯了罪 我并有人的杖责打他 有人的鞭责罚他 我们知道所罗门 他在晚年的时候 他去敬拜外包的偶像 结果导致以色列这个国家 在他死后 很快就分裂成 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 并且这两个国家 先后在722年和586年 被灭亡了 神的责罚也临到了以色列 临到了苏罗门 在出埃及记中 神其实要早就宣告说 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有丰盛的慈爱 但是他也万不以 有罪为无罪 必追逃他的罪 神责罚的目的 并不是要毁灭我们 而是要拯救我们 引导我们回归他的道路 神的公义和慈爱 是均衡的 他展现了神的完美 和神对人类的关爱 好 我们看看应用 第一点 按对父亲的 做父亲的 我们要做按圣经教导 养育子女的父亲 你知道在生命记中 神就教导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也要迎请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那么在以夫所书中 保罗讲的也是很清楚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养育他们 我想这些 这个话题都非常非常地大 非常非常地大 我简单地讲 我自己有体会的几点 第一点呢 做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Be a family man 圣经早就指出说 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 今天不但同性可以结婚 人的性别也可以随便地改变 男人和女人的界限 也是越来越模糊 男人其实正在 渐渐地失去 神在创造时 所赋予男人的特征和责任 我记得二十多年前 我儿子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呢 他们同学在一起 常常会说 Be a man 他们会常常地鼓励 互相地鼓励打气 但是今天我不知道 还有多少男孩子会这样说啊 同样的几十年前 我们在赞争一个父亲的时候 美国人会常常会说 他是一个family man 今天 还有人被称为family man吗 family man是不是变成一个 没有能力的一个象征了 我们知道说 父亲和母亲 尽管在教养孩子方面 负有共同的责任 但这并不是意味着 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完全相同的 因为神在造男造女的时候 他就赋予男女不同的责任 按照圣经的教导 我想我们做父亲的 可以归纳为有四大责任 首先呢 我们是家庭的供养者 今天尽管很多的女性 太太或者妈妈 工作也很出色 他们也可以挣大钱 对不对 但是我想我们做父亲的 我们养家户苦的责任 还在我们身中 也在我们肩上 第二点 你是家庭的领导者 神赋予了男人这样的责任 当然神也给男人定了界限 以赴说书讲得很好 我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生命 所以说我们男人 做家庭的领导者 不是指发号使令 对不对 第三 做父亲你是家庭的保护者 家人从父亲身上 有得到安全感 他在外界面前 他是家庭的保护者 第四点 父亲是属灵的引导者 我们从小就要把孩子 带到神的面前 并且一生教导孩子 行在神的路上 遗憾的是 我们做父亲的 都不完美 我想在座里 没有一个人敢说 你是一个 Perfect Father 有人总结了 做父亲的不好的 四种不好的父亲 一个叫做 霸王父 我说了算 你就要听我的 第二种叫做 刁难父 孩子做得再好 都不满意 孩子考试考了99分 他问 那一分怎么丢的 第三种 懦弱父 他把教养孩子的责任 完全推给母亲 自己不管不问 第四种 逃离父 工作狂 也可以说 事奉狂 很少有时间在家里边 早出晚归 在父亲 教养孩子方面 他是缺席的父亲 我们自己 这四个 不好的父亲中 我们自己的生命中 有没有 我想我都有 这四份 我自己或多或少 都有一点 求神帮助我们 我想应用的 第二个方面是 做 而做子女信仰的建立者 一个认真 侍奉的基督徒 是否就是一个 合格的父亲呢 撒末尔记 这卷书 他给我们三个 极其惨痛的教训 第一个 我们看到的是 以利的失败 在撒末尔记上的 二字四章 就记载了 祭司和 世事以利的故事 他有两个儿子 长大以后 都成为邪恶的人 神的审判 落在他们的身上 以利对主的事奉 并不足以弥补 他在教养 孩子方面 在家里边的失败 第二个例子 撒末尔 他也像以利一样 就失败了 撒末尔从小 就在以利家里 长大 他应该是亲眼目睹了 以利 所犯的各种各样的错误 可是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在教养孩子方面 仍然是个失败的 因为他的两个儿子 都不行他的道 像撒末尔这样 忠心 侍奉神的人 他是以色列历史上 最后一个 他身兼三个职位的人 他是士师 他是祭司 他是先知 也许他太忙了 你今天的话说 他在教会的事奉太多了 可能没有时间 教养自己的孩子 他没有办法成为 家中属灵的领袖 其实像他这样一个 忠心的仆人 神都没有因为 他的奉献 而免去 他做父亲的责任 神并没有说 你好好服侍 我保证你的孩子得救 所以说 像我们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借口 我的工作忙 我的事奉忙 而不去行使 父亲的责任 我们能够指望 神就自动地保守 我们的孩子吗 大卫王 也是管教孩子方面 一再地失败 他的大儿子暗嫩 强暴同父异母的妹妹 大卫没有去管教他 结果他的二儿子 压杀龙 几年之后 就把大儿子暗嫩杀了 大卫也没有管教 压杀龙 后来压杀龙判变 大卫自己 差点被压杀龙杀掉 我们的徐牧师 在过去的讲道中 应该曾经提到一个人 他叫彭克利 他有一本书 叫The Hiding Place 中文翻译成密室 以色列政府曾经授予 他叫国际艺人 这是记载在 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馆里边的 彭克利他是荷兰人 他从小母亲就去世 他还有姐姐弟弟 是在父亲里养育下长大的 他们三个孩子 都是敬前的基督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他们全家 营救了好几百位犹太人 后来他们被抓起来 关在基督徒营中 他的父亲姐姐弟弟的先后 都死在基督徒营中了 只有他因为一个监狱的 文术方面的错误 他被奇迹般地释放出来 后来彭克利就在各地传福音 在一次布道会 养脚之后 有一个人走到他面前 主动地要和他握手 他一看到这个人 他就马上全身就僵住了 不能动 这是谁呢 这就是那个在集中营中 看管他们 特别坏的一个纳粹士兵 这个纳粹士兵说 感谢主 他饶恕了我的过去 我现在是一个有新生命的人 面对这样一个人 你想彭克利 他会怎么做呢 他说 我想去拥抱他 举举他的手 握他的手 可是我全身僵硬到哪个地方 我做不到 我怎么可能饶恕 这样一个 有深沉大黑的人呢 但是圣灵的感动 天父的慈爱 就让他伸出手 去饶恕这样一个人 我想 我提这个克利这个人 真正想讲的是 他的父亲 对他的医生的影响 克利他后来就自己来分享说 他从小到大 他的父亲是如何影响他的 他在很小的时候呢 他的父亲 就是一个养育他的 因为母亲早逝嘛 所以克利在小的时候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他就要喊说 爸爸我睡觉了 那他爸爸就会来到他的床前 为他祷告 然后呢 就用手抚摸他的脸 一边抚摸一边祷告 他就会睡着了 那克利那个时候呢 他就会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 他希望说 他能够在父亲 温柔的抚摸中 能够进入梦乡 后来他在集中营中 他躺在那个破烂不堪 肮脏在床上的时候呢 父亲的抚摸 常常在他的脑海中 他就在祷告中 他说 主啊 阿爸父 你让我感受到你的手 在我的身上 他就在这样的祷告中 在父亲那个 他的父亲的 温柔的手的抚摸中 他就能够睡去 他就能够度过 其中有那艰难的岁月 所以说 父亲的责任 是如此地重要 两个礼拜之前 新牧师在教导 讲道的时候呢 曾经带领大家唱过这首歌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当时第三段自己经文 对我有很大的触动 实价在前 世界在后 我想这句经文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不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有圣经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吗 想到我们做父亲的 我们也不是也应该用 圣经教导的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 来教养我们的子女吗 有个故事 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 说的是一位牧道友 牧道的朋友 福音朋友 和一位基督徒 在讨论信仰 这位牧道的朋友 就有这个挑战 这个基督徒说 假如你培养你的孩子 你是想让他 成为一个 在麦当劳打工的基督徒呢 还是一位在华尔街 白领的无神论者 亲爱的父母们 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呢 你们是不是说 有第三种选择 我想这个问题 挑战的背后 是说 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 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呀 我们到底想让我们的孩子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好 第三点 爱妻子 是做好父亲的前提 有一个故事 讲的是一位父亲呢 他下班 就买了一个很好的玩具 他要送给他五个孩子 五个孩子 回家以后呢 就把玩具拿出来了 把孩子们叫到跟前说 这是好玩具 你们谁是那个最听妈妈的话 不和妈妈顶嘴 妈妈说什么 就做什么那个孩子呀 这个玩具就给他 这五个孩子本来真的想要的 一听这话以后呢 他们都不吱声了 然后几秒钟之后啊 这五个孩子就一口同声地说啊 爸爸 这个玩具是你的 这个爸爸是爱妻子的丈夫 我想大家都同意 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是孩子成长的 关键的一个基础 那家庭幸福 第一点就是 父母要相爱 我们教会办这个 恩爱夫妇营 很多年 对不对 目的是什么呀 就是帮助父亲们 做一个好父亲 丈夫们做一个好丈夫 我想你们参加过 M12的这些 这个弟兄姐妹们 你们都同意 推动这个恩爱夫妇营 很难啊 就像传福音一样的 都说福音这么好 你们怎么就不接受呢 恩爱夫妇营也是这么好 你们就不愿意参加呢 这是愿意神 感动我们做父亲的心 我们主动地 把好的东西送给太太 今天是我们 恩爱夫妇营报名的 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求神感动我们做父亲的 将要做父亲的 你主动地行出一步 把你爱孩子 爱太太的心 表达出来 报名参加这样一个 对你 对孩子 绝对有益处的 恩爱夫妇营 好 那应用力的第二大方面 就是敬重 关爱 体谅我们的父亲 我们刚才读的是 第七章的前面的 一到十六节 我们看看 十七节 我们看看大卫 听到神给他讲的 这个大卫之冤以后 他有什么反应 第一点 大卫有三个反应 三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是感恩 大卫说 我算什么呀 神啊 我本来是个放羊的 我能坐到皇帝的位置 就已经了不低了 对不对 你竟然应许我 这个朝代永远再延续下去 神呢 我说什么才好呢 他感恩的心 第二个 他赞美 他赞美神 你是本为大的一位神 村里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 等等等等 他赞美神 敬拜神 第三 他祷告 他把神的应许 变成他的话 在祷告 说给神听 不是说他怀疑神的应许 而是说 他愿意接受神的应许 再把自己的想法 放在神的面前 他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 感恩 赞美 祷告 我想 这也是我们做父亲 应该做的 我们知道美国 一个著名的作家 叫做马可吐温 他不单单是有名的文学家 他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幽默家 他曾经 幽默地说 我的父亲呢 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我越长大 他越聪明 当我14岁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的父亲是愚蠢至极 我一直我不想待在他的身边 当我21岁的时候呢 我对这位老人的智慧啊 感到震惊 在短短的七年中 他竟然从一个白痴变成了一位天才 我们知道说这个父亲呢 在英文里面叫father 对不对 挺像这个father 对不对 就是说父亲走得越远 我们对父亲的了解啊 越多 我想我们自己 走父亲的 对我们的父亲 其实并不了解 不见得很了解 我们世上的父亲 也一定是不完美的 就像我们自己不完美一样 我们也知道 有的父亲 甚至对我们造成伤害 当我们自己成为父亲之后 其实我们对做父亲的 就会有更多的理解 我们不再把父亲 当作神一样 我们知道 我们的父亲 他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会感谢他 在他的有限当中 把他能做的 能给的 给予了我们 这是我们要感谢的 并且我们也知道 我们有神这位天父 他是很久慈爱的神 我们在世上的父亲那里 得不到的 我们可以从天父那里得到 甚至得得更丰盛 我们也要对我们的父亲 有体谅 关爱的心 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 在父亲节的时候 我们能做两件事情 第一 向我们的天父向上赞美 感谢和祷告 就像大卫一样 第二 为我们的父亲感恩 假如我们的父亲还活着 还在世上 我们就给他打电话 发信息 向他表示感谢 假如我们的父亲 在以前曾经得出给我们的 我们也来凭着神的饶恕 我们来饶恕他 原谅他 我们愿意来爱他 假如我们的父亲 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也为他在过去 对我们生命中的恩典 我们也来纪念他 来感谢他 好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今天讲了就是三点 天父他有恒久恩慈的爱 我们做父亲的 要按照圣经的教导 养育我们的子女 我们做儿女的 要敬重 关爱和体谅 我们的父亲 最后给大家讲个故事 说有一天呢 在一个房子里边呢 有一对父子 安静地坐在窗子前 父亲已经老迈了 就在这时 一只乌鸦 突然飞到 飞过来 落在窗前的 一个树枝上 坐着坐着 父亲突然想 想去了什么事情 突然问儿子 那是什么 儿子以为 父亲看不见了 其实是乌鸦 然后他们又继续 安静地坐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 父亲又问 那是什么 儿子就心里 有一点怪怪的 是乌鸦 父亲 诶 片刻之后呢 父亲又问 那是什么 不是告诉你了吗 是乌鸦爸爸 很快 父亲就第四次又问到 那是什么 儿子一下子按捺不住了 站起来说 是乌鸦 乌鸦 乌鸦 你难道听不见吗 我要重复多少次呢 父亲也不说话 站起来 潺潺巍巍地走到 房间里面去 就听到他在里面找东西 一会儿呢 他出来了 手里拿着一本 泡泡烂烂的 丢进发黄的一个本子 然后坐下 就开始翻了 儿子问 你翻什么呀 他也不说话 终于翻到一页 这一页 这是一个日记 上面是记载了 与儿子有关的事情 他一样儿子读 上面写了什么呢 他说 今天我和三岁的儿子 坐在沙发上 望着外面 一只乌鸦飞过来 落在树枝上 儿子就问 爸爸这是什么呀 我告诉他是乌鸦 可是呢 儿子一直问一直问 确切地说 一共问了二十三次 儿子问了二十三次 才弄明白 这是一只乌鸦 儿子看了之后 哭了 爸爸请原谅我 从此之后 这个父亲 这位儿子 也是做父亲的 就开始关心 细心地照顾他的父亲 我们一起打告 天父 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 愿意我们手所做的 我们口所讲的 一切的话语 一切的事情 都能够荣耀 神你自己的名 因为你是那一位 有很久恩赐的一位父亲 我们在世上做父亲的 我们自己实在是 有学的亏欠 我们在神面前 求神继续帮助我们 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 我们做父亲的时候 我们真是能够 有智慧 有恩典 有力量 做一个逃生喜悦的父亲 我们做儿女的 我们也是 有一颗关爱 体恤 饶恕的心 来对待我们自己的父亲 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活在世上 我们就能荣耀你自己的名 一生走在你的路上 感谢打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